大家好,我是Stan 随着都Blake Labour 也就是推你我和Blake Pink总制作人Teddy 正在准备新女团的消息传出后 最近在韩国论坛 该练习生们的照片被曝光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在照片中能看到 几位练习生们以各自独特的姿势 展示着魅力 而其中两位非常特别的练习生 收到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 首先是以洋娃娃般的容貌 和神秘气质而闻名的 韩裔美国模特 Ella Cruz Ella Cruz从两岁开始 便以时尚品牌的广告模特身份出道 凭借其独特的外貌和氛围 赢得了众多网友们的血 尤其是他从小就与Blake Pink成员们关系亲密 甚至前年还送他自己代言的 墨镜品牌的非常喜欢他 所以在韩国饭圈 Ella Cruz的知名度已经非常高了 然后另一位特别的练习生就是 旗下拥有E-MAT新世界百货的 数十个子公司的 韩国财阀新世界集团的外孙女 嗯?新世界集团的外孙女要做idol? 不是只是因为关系好而拍的照片吗? 应该就是新世界集团的外孙女 手肘和指甲看起来都一样 不是Teddy Ella Cruz是作弊啊 这简直就是要跟杨阳森势不两立一样 Ella Cruz从2018年开始 就是Double Labour所属了 与YG没有关系的 本来就是Teddy的阵营 再怎么有人说Teddy过气 或者是自我复制 如果新女团拿着Dudududu 或How You Like Date这样的节拍出道 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上都会大受欢迎的 在音乐节拍方面 目前还没有人能超过Teddy 看来真的快要出道了 一看就知道照片不是被泄露 而是公司故意散步在测水文 真正的财阀 他会视讯通话吗? 会不会有Pen Service呢? 这倒是让人有点期待 我反而是很期待 如果这个新设计外孙女 如果这位真的出道的话 不知道黑粉酸民们 还敢不敢造谣抹黑刘厄平 对于被曝光的Teddy女团 列席生照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昨天ExoPekyan在釜山举办 粉丝见面会的时候 发生了粉丝也慌张 Pekyan也慌张的事情 不过可能是因为太紧张 粉丝前面两句说的韩国话 真的有点外国人的感觉 哇太好笑了 完全是正在学韩文的外国人口音 突然就变成母语者了 口音太像外国人了哈哈 只有说来自首尔的时候才流利 我当天在现场 那位粉丝很可爱 我真的也以为是日本人了 Kekyan Pekyan真的太可爱了 不是从首尔来的 而是真的很抱歉 我们再看一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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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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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真的嗎 你什麼国人 我從來 真的 你真的 i got you